请大家为了动画无边无际的众生 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地听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关于八观摘戒方面的一些介绍 首先呢我们来看八观摘戒的简介 学习这堂课的一个缘起呢 就是在后天周二的时候 它是葬礼的9月22是其殊胜的天降日 早晨四点钟的时候将由扎一齿林的达森刊部 今天上市在网络开示的时候 也提到了达森刊部的各种不可思议的功德 那将通过网络的直播的方式呢 为大家承受八观摘戒 那我们就分为几个部分来学习八观摘戒 首先呢八观摘戒它在分类上 是属于别解脱戒的一种 那什么叫别解脱戒呢 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 其中的几种解释方法就是它叫别别解脱或分别解脱 一个意思呢就是谁手持这种戒律呢 谁就会从恶趣轮回中获得解脱 那另外呢还有一层含义就是 我们手持别解脱戒就可以依次从牲口等七种恶业 或者说七种过患中一一获得解脱 这是其中的两种解释方式 那别解脱戒它的一个地位或者是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 在佛仪教经 这部佛陀在波涅盘前为众生宣讲的一部经典里面 说与我灭后当尊重真净波罗提木叉 如暗欲明凭人得宝 当知此则是如等大师 若我注视无益此也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以戒为师 那这句教证是从哪里来的呢 佛陀在不同的经典里都有提到这里 那我们举了这么一处经典 就是佛仪教经里面 佛陀就亲口宣说了 说在我灭度之后呢 注意比丘 以比丘为主的四中弟子们 一定要尊重珍惜珍爱和敬重波罗提木叉 波罗提木叉呢 它就是别解脱戒或者别别解脱的意思 那我们如果能够有姻缘手持别解脱戒的话 就好像在无尽的黑暗中遇到了一丝光明一样 就好像贫穷了很久的人得到了一个如意宝一样的 戒律就是我们的本事一样的 佛陀也说哪怕我住在世间 也就是这样了 那别解脱戒它和八观摘戒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呢 八观摘戒是属于别解脱戒的一种 我们呢根据居舍论里面的教研可以知道 我们一共有八种别解脱戒 分别是比丘 比丘尼 正学女 沙迷和沙迷尼 这五种呢 按照想象的观点呢 它是出家戒 那另外呢 还有男居是戒 女居是戒 就是幽婆色 幽婆怡 另外呢 最后一种是摘戒 就是我们的八观摘戒 这是在家人的戒律 可能也有一些道有疑惑 不是说八观摘戒是在家人的戒律吗 怎么说上师也要和我们一起守啊 还说山上的出家师傅 和我们一起共修守戒呢 因为我们按照达僧刊部受戒的仪轨呢 我们守持的是密城的八观摘戒 这个呢 是出家人也可以守持的 那下面呢 我们就看八观摘戒的功德 就为什么在如此殊胜的日子里 上师会倡导大家 共修守持八观摘戒呢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可思议的功德 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个呢 就是八观摘戒 它暂时的功德 为了今生来世的安乐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 另外呢 我们再从究竟成佛的角度 看八观摘戒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利益 在显宗里啊 我们说亲近出家人戒律的一些方法呢 就是接下安居 那亲近居士戒的方法 比较殊胜的一条呢 就是守持八观摘戒 我们很多道友呢 发愿从一居士到原居士呢 选择守持了 那我们在平日中 可能犯了一些细微的知分罪 这种通过几种方法 可以环境 可以亲近居士戒 当然呢 我们可以在善知识面前 重新授持居士戒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里将要讲到的 我们通过守持八观摘戒呢 也可以对居士戒 起到环境的作用 佛陀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他专门为八观摘戒 说了一部经 收录在大藏经里面 就叫佛说摘经 他是为当时呢 一个丞相的母亲来宣说的 一一呢 把八个戒条 还有呢 在我们守持八观摘戒 八观摘戒的当日 应该行持哪些善法呢 宣说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八观摘戒到底如是的重要 在佛说 尤婆色戒经里面呢 佛陀也提到了一些 八观摘戒的功德 佛陀说 若能如是 清净受持八戒摘者 如果能够 按照上面说到的这种戒条呢 一一的去守持的 非常的清净 世人则得无量果报 至无上乐 就是如果能做到 这一点的人呢 他能获得暂时的安乐 直至呢 无上乐 无上乐呢 其实就是究竟佛果的大乐 另外呢 佛陀下面说了一个对比 通过对比的方式来宣说 我们当下 受持八观摘戒的功德 有何等的殊胜 弥勒初始百年受斋 不如我事一日一夜 就是说弥勒佛初始宣讲佛法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我们一百年里面受持摘戒 也不如在释迦摩尼佛教法下 受持一日一夜的斋戒 那为什么呢 佛陀也说何以故 我时众生 巨无子故 因为佛陀也宣说了 由于佛陀的大悲愿力啊 他这样发愿度化 着世众生 就是因为我们呢 出生在这种五着恶世的缘故 我们守戒呢 因缘也难 守持清净戒律的难度 也非常高 那就是这种难行能行呢 就给我们带来了 比弥勒佛初始时 守持百年戒律 功德还要超胜的利益 所以呢 佛陀就总结说 善男子 是八戒斋 既是庄严无上菩提之因落也 如是斋者 既是异作 而能获得无量功德 房如玉宝在相关的开示里面 也经常把戒律 比喻成一个修行人的庄严的饰品 那一样的 八观斋戒 是我们修持菩提道上 庄严的这种饰品 守持这一日一戒的八观斋戒 它不用我们旷日持久 也不用我们进行怎样怎样的苦行 和如是如是精进的去 行持一些善法 只是我们用菩提心的摄持下呢 清净的把这八条戒律守好 就是一天的时间 它却能获得无量的功德 最后呢 佛陀也提到了 说善男子 若能如是清净归一 受八戒者 除五逆罪 于一切罪 西皆消灭 这里呢 又提到八观斋戒的一个功德 这里呢 就是从清净业障的角度 佛陀就说如果我们能够守持清净的三规一 而且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受制了八观斋戒 那除了这五无间罪 我们知道杀父 杀母 杀罗汉 破和和僧 以及呢恶心出佛身雪 说这五种无间罪呢 于一切罪 西皆消灭 我们再看涅槃经里面提到了一个公案 说八观斋戒 他的功德有多么不可思议 就是说以前在波罗奈国 有一个屠夫 名叫广俄 他呀天天杀羊 杀的羊非常多 于日中杀无量羊 因为我们知道若杀一友情 虚长五百世 另外呢在一些经典里面也说到了 杀害一个友情 要在地狱里面住一个终结 等等 杀生的过患呢 无量无边 但是呢他遇到了善法 广俄这个屠夫啊 他见到了舍利佛尊者 那舍利佛尊者呢 为他受了八观斋戒 经一日一夜 只是仅仅守住了一天的八观斋戒 那我们跟前面 他天天杀羊 这么一个善恶业的对比 但是呢 以示姻缘 命中为北方天王 毗沙门子 这个命中之后呢 就转身为呢 天人 善恶业果极其细微 这种对后的究竟的规律呢 只有佛陀才能了知 所以善恶能不能相抵 这个谁也没法下一个 明确的结论 但是呢 我们现在有福报 执欲了这种能够对治 恶业的法门 就应该去珍惜 另外就是 要是流利光 如来本院功德经 简称要是经 里面也提到了 阿难尊者呢 阿难尊者呢 就问了救托菩萨 就说这个病人 怎么能摆脱痛苦呢 救托菩萨就说到 说大德 若有病人 欲脱病苦 当为其人 七日七夜 受持八分 斋戒 救托菩萨呢 就回答阿难尊者说 若有得了这种重病的人呢 想要摆脱疾病的痛苦 那应该为这位病人 让他守持 七日七夜的八关斋戒 中间又宣说了一些 脱苦的方法 脱苦的方便 那最后 能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呢 可得过度危恶之难 不为诸恨恶鬼所持 就是呢 通过守持这种八关斋戒 以及其他的一些 供养啊 或者是造像等等的功德 就可以使这位病人 病人呢 能够度脱这种呢 病危的威胁 而且呢 也不为横死啊 还有恶鬼啊 被他们所持 所这种害 那另外呢 还有一部经典 叫佛说普达王经 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公案 就说受持八关斋戒 他获得了哪些暂时的功德 大概有一个国王 他治国有方 那当时呢 有一个修行人呢 他就为大家宣说了 他的这种姻缘 说这个国王 他原来在先王时 就在上一个老国王 住世的时候呢 只是一个直盖小儿 长随先王 就像给国王 称华盖的那种 侍卫一样的 那他曾经呢 长随先王 摘戒一日 奉行正法 他曾经呢 跟随老国王 受了一天的八关摘戒 然后呢 奉行正法 清净守义 不犯诸恶 这样守持的非常清净 而且行出了一些 其他的善法 其后过世 直盖小儿呢 在这一世命中之后 转生到哪里呢 转生到先王的一个儿子 就是成了王子 所以呢 由于前世 这样守持摘戒的功德 今生呢 就赶得了如此尊贵的地位 还有非常广博的智慧啊 等等 上师 在相关的开示集里面 也一一的开示了 我们守持一条摘戒 就有一条摘戒的功德 那首先看 不杀生 每一种 业它有四种特性嘛 由于我们这种不杀生 而且呢 又去护生 来世就可以赶得健康 长寿 不偷盗 来世可以赶得财富圆满 无碍享用 不会被他人所偷所骗 那我们断除不进行呢 来世就可以赶得相貌 专严 见者欢喜 那我们断除了望语 或者守持一天不望语的 这个戒呢 来世就不会为他人所骗 而且话语众人信服听从 这个可能跟我们生活就非常的息息相关 经常莫名其妙呢 会受到一些人的欺骗 这是为什么呢 并不是说外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违缘 是我们相续中往昔 深深世世 跟别人说忘语 或者欺骗别人的这个恶意呢 在今世成熟了 所以每当我们遇到被别人骗啊 也不要去抱怨外境 或抱怨别人 要检查自己相续中 有这种恶意存在 所以呢 自己才会感到这种恶意的果报 一定呢 要想方设法去忏悔 第五点呢 是不饮酒 来世就会感到智慧圆满 而且世出世间的事业 全部通达无碍 如果是现世饮酒 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 他有多么的癫狂啊 吃醉啊等等这些种种的不庄严 那下一个呢 就不睡高往大床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断除相续中的傲慢 来世呢 受众人赞叹恭敬 而且所到之处呢 用计圆满 不会有什么匮乏 我们手持这个过午不时 过午不时就对应着我们八官斋戒里面的斋 那这样来世呢 就会感到实物圆满 无需勤苦劳作 自然获得 另外呢 还有不涂香抹粉 来世呢就感得相貌端正 身上自然显现 诸多香气 不唱歌跳舞 来世我们身心调柔 可以为众人讲经说法 利益重生事业就非常广大 那我们可以看这八条 可以感到一些的现世的 或者来世的果报 就通过八官斋戒 就一天之内 手持清剑的话 就可以获得这些 可能有些人很清楚 怎么都是来世的一些功德利益呢 那我们现世呢 如果我们手持的足够清净 发心足够广大 而且呢 对治恶意或者行之善法的力度足够 现世就可以感到这些果报 所以我们要了知 八官斋戒 它种种的功德 手持一分呢 就有一分的功德的感召 我们再看它究竟的功德 一句话很简单 迅速成就佛果 《天王请问经》里面也提到了 十五 与神变月中 手持八官斋戒者将成佛 经论里面开示 它究竟的功德 就是十五 以及神变月中 神变月呢 就是相当于我们正月的样子 佛陀呢 以神变 降服外道成许的他们的本事 手持八官斋戒 功德 终将会成为我们 成佛的这种资粮 所以我们也要意识到 八官斋戒 它并不是说 简单的一个别几头戒 我们要了知 它背后的功德是什么 更有信心 而且呢 更有义乐 去手持八官斋戒 不仅是这次 我们安排购修 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发愿 在固定的哪一天 或者是一个月里面的 哪几个殊胜日里面 我们这样自受 或有机缘的话 再在聚德善知识面前 手持八官斋戒 那除了八官斋戒 本身的功德以外呢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 就是提到 共修的功德 这次呢 是我们在网络上 共修 手持八官斋戒 上师在网络上 开示的时候 也提到了 也可能和我们一起守戒 这功德太不可思议了 那我们大圆满的 传承上师 济本零八尊者 曾经说过 凡夫人 修持佛法 如果没有以三殊胜 设持 一旦出现 称心等为缘 功德很容易灭尸 我们如果能做到 真正的三殊胜的话 当然 每喝一口水 或者吃一顿饭 都会成为我们 成佛的资料 但现阶段呢 我们还很难 做到真正的三殊胜 就是中间的一个 正心无缘殊胜 心呢 还总是对外界 有些实质 所以很难圆满的做到 而且呢 如果我们又没有 如理如法的回向 那如果又出现了 这种称心啊 炫耀心啊 等等种种的违缘 那我们所积累的 善根滋粮啊 就很容易灭尸 但是 如果与俱德上师 一起共修的话 功德不会灭尸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样的教言 是我们大圆满 传承上师 济本零八尊者 亲口宣说的教言 应该怎么样 应该很高兴 这样有机会和上师 一起共修的话 那我们的功德 直至成佛之间 都不会灭尸 而且呢 是日日增上的 所以我们这次 守持八观斋戒 应该以法喜充满的 发心啊 去守持 那前面我们列举了 一下八观斋戒的功德 那下面呢 就是第二个大的部分 我们提到了 受持八观斋戒 在前行 应该准备哪些呢 我们一一的说明一下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 可以说是前行 正行 后行 都可以的一个部分 就是发心 我们一定是在 菩提心的设施下受戒 而且刚才也提到了 我们守持的这个八观斋戒 呢 是密成八观斋戒 如果是在 没有发菩提心的情况下 就很可能得不到戒体 所以我们呢 哪怕是相似的菩提心 或者是尽量的把自己心敞开 就想 我这次受戒呢 不只是为了自己 获得现世的 和暂时的这些福报 是为了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愿他们能够获得暂时的安乐 和究竟的佛果 那我守持这么一日一夜的八观斋戒 而且呢 我们在天降日这天 受持斋戒 元气也非常殊胜 那在这一天呢 我们行之任何善法 功德的都会增上 勿可思议的倍数 那我们看这个元气 是佛陀为了报答母恩呢 为母说法 纪念佛陀从天而降的日子 那我们今天呢 也在天降日的时候 守持八观斋戒 也要想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自己 无始以来的 无量无边的父母 我们也是为了 报答母亲的恩德 来这样守持一天的八观斋戒 最究竟的报答呢 就是把他们安置在 佛陀的果位 那我们把这种 供修的功德 回向给雷师的父母 愿他们能够摆脱轮回苦海 究竟获得佛果 以这种发心 去守持摘戒 他就会获得 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 那第二点呢 就是生雨的一些准备 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 我们最好能够 不要用太香的 这种沐浴液的洗一下 如果是条件不具足的话 我们至少要净五支 就是洗双手 脸 还有双脚 我们这样去洗衣一下 清静一下 另外 我们可以准备一尊 释迦摩尼佛的佛像 以及其他的一些三宝索依 提前呢 献上一些供养 条件不允许 没关系 这个会在直播现场 准备一些三宝索依 对大家鼎礼 和皈依的对劲 那还有一点 就是客颂集 第一侧和第三侧 像转经轮啊 这些都可以提前准备好 第三个部分 戒条 我们一一呢 就去来了解一下 八观摘戒 到底有哪八条 我们需要去手持 手持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细节的问题 正受八观摘戒的时候 念的一个寄送呢 就是 佛陀圣者垂念我 从今至明 日出间 断除杀 道 不进行 妄语饮酒 歌舞事 高广大床 非时时 如是八支 谨守护 怨催诸步 烦恼敌 那我们看第一个 不杀生 我们说什么才叫破了 这个杀生戒 我们知道破戒和犯戒 它们之间呢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那我们就从破 根本戒的角度 来说一下 最严重的一种杀生 它有四个方面条件 首先第一个 若有明确的杀害动机 这是第一点 就发心要杀害 第二点 有具体的杀害对象 第三点 实施了杀害的行为 第四点 结束了对方的生命 这四个条件 具足的话 就构成了完整的杀生的行为 若没有忏悔清净 这个恶业的话 那就需要承受完整的杀生的果报 有一些武器 那我去饭店里 我点杀 我没有牵手杀呀 但这种即使没有亲自实施 但只使他人实施杀生的行为 断除了众生的性命的话 也属于杀生 过失是一样的 那八观斋戒里面的杀生属于哪一类呢 就是具足了这四个条件的杀生 那我们跟居事戒对比着来看 居事戒是不杀人和不堕胎 但是八观斋戒 由于它可以有亲近居事戒的作用 而且它时间短 所以在各个方面的戒条 都会比居事戒要求严格 我们八观斋戒里面守着的不杀生 它是指的不杀所有的有情众生 从人到苍蝇蚊子等小动物在内都算 我们要断除杀害这所有的有情众生 那有一些道友就担心了 走路的时候总是难免可能会伤害到一些众生 开车的时候啊 或者其他一些不经意的 没有故意杀生 但是的确伤害了对方生命的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 上次也说 无心所致的伤害 不构成完整的杀业 那我们以那四个条件来衡量一下 看看是否具足 如果这种无心所致的伤害 那么第一点 故意发心杀害呢 这一点就不具足了 所以呢 它不触犯八观斋戒里面不杀生这些条 但是我们终究是因为生与的一些行为呢 是给众生的生命带来了伤害 到底是有过患的 所以还是要好好忏悔 第二点呢 不偷盗 八观斋戒里面不偷盗 要求非常严格 不分价值都小 凡非己物 只要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哪怕是一针一线 不语取 就别人没有给自己呢 在主人不知道情况下呢 拿走 举离本处 就是让这个东西呢 离开了它的主人 都破戒 所以在这一天 我们在丑事八观斋戒的时候 就尽量断除 有可能会沾染到不语取 或者有可能会沾染到偷盗 嫌疑的种种行为 我们不要觉得 明偷暗抢 才算偷盗 其实它非常细微 第三点呢 就断除不进行 那我们知道 居事界里面的是 不邪淫 什么叫邪淫呢 简单概括 就是跟不对的人 在不对的时间 使用不对的方式 而且呢 在不合适的地方 行事不进行 这呢 就属于邪淫 在发心上呢 也只用贪心 称心和痴心等等 在八观斋戒的 不进行里 这个戒条里面呢 除了嫌疑外 还包括正常的夫妻生活呢 也在这一天之内 要断除 第四个 不妄语 我们也是跟居事界 对比着一起来学习 居事界里面的 破掉妄语界的 根本尊呢 就说了大妄语 那什么是大妄语呢 它也是有种种的条件 首先就是以欺狂之心 说一些自己 本来没有的功德和事情 比如说 没有见到本尊 没有见到佛菩萨 就说自己见到了本尊 见到了佛菩萨 没有什么神通神变啊 就说自己拥有 这些神通神变 这就是属于大妄语 八观斋戒里面的妄语 它就非常的严格了 包括大大小小 所有的妄语 甚至呢 只是为了开玩笑 说句妄语 也不行 因为我们主要还是 断除了自己相续中的 这颗欺狂的心 所以呢 我们为了开玩笑 说妄语 哪怕是为了说 哎 知道知道气氛啊 说个小笑话啊 说个小妄语啊 但是发心上毕竟还是落入了 欺狂的嫌疑 我们在这一天的话 一定要出言谨慎 在我们的受持的这一个 八观斋戒的传承下的话 尽量是直语的 除了是发心的一些事呢 可以开始说一点点话 尽量呢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是直语为最佳的 因为有时候 自己真的很难管住 自己说出去哪些话 自己首先管不住心 又管不住嘴 所以我们有时候 说出去的话 自己都不知道 就落入了妄语的嫌疑之中 这一天尽量的直语 那可不可以 以写字的方式来交流呢 这个也问过了 诸位的看部上师们 这是开学的 非常必要的情况下 我们通过写字的方式 来交流一些必要的事情 第五点呢 就不饮酒 我们在这一天 一定要进食 包括酒精在内的 所有会扰乱神智 令人癫狂的东西 那我们就看 这个概念呢 就把范围扩大了 它不仅仅是陷于 白酒红酒 或者等等的酒 还有呢 所有会扰乱我们心智 令我们癫狂 像世间有一些 各种各样的毒品吧 它们大概也有 这种的功能 我们要断除 那另外呢 我们也要根本上了知 酒的过患 不仅仅是我们在 守之这一日一夜的 八关斋戒之中 断除饮酒 那我们要多去了知一下 饮酒和哪些过患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自己发心 在三宝面前 在上师面前 发愿 愿自己身身事事 能够断除饮酒的恶业 这是非常殊胜的 发愿 因为饮酒 对一个修行人来说 或者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 它的过患都非常的严重 那涅槃经里面 也有一个教证说 酒为不善 诸恶根本 若能除断 则远重罪 酒呢 它是所有的不善业 所有的恶业的根本 的原因 如果我们能够断除 这种饮酒的过患 那我们就会远远的 远离其他一些罪业 不容易犯到 其他一些罪业 那有一个公案 就是以前呢 一个手持五戒的修行人 那后来呢 过来一个女人 牵了一只羊 怀里呢 揣着一壶酒 这个女人过来跟这个 持五戒的人说 要么跟我做不进行 要么杀掉这只羊 要么就喝下这壶酒 那这个修行人就想 不能去杀生 肯定也不能跟这个女人 做不进行 那我还是喝酒吧 就把这壶酒喝掉了 结果心智就完全迷乱了 一方面杀掉了这只羊 一方面呢 又跟着女人做了不进行 最终就由于这种饮酒 心智呢 陷入迷乱之中 最终呢 三样又杀生 又不进行 又饮酒 三种过失呢 都一一泛下 所以我们也要了知到 饮酒 它的种种的过患 第六个呢 不歌舞打扮 等 这个等呢 它具体来说 就可以包括以下这七个方面 不唱歌 不去唱一些世间的 令人呢 心智放逸的这种歌曲 也不去跳舞 不去跳一些世间的舞蹈 让人呢 就是产生种种贪心 还有呢 不听这种音乐 不配戴花蔓 不往身上呢 涂种种的香 还有涂那种种的色 涂香呢 就好像是喷一些香水啊 涂色啊 涂色就是画一些妆啊 这一类的 另外呢 还有佩戴一些非常过分的饰品 当然这里我们要知道 佛罗智戒 它背后的一个原因 就是关键让我们杜绝 深色歌舞啊 扫手弄姿啊 涂脂抹粉啊 来增长我慢 贪心啊 还有对世俗的眷恋 以及诱惑他人的种种发心 但是呢 上师也开始到了 几种开许的情况 如果是无意间 听到别人播放的音乐 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走 城市里可能有一些 比较喧闹的场所啊 我们在一些地方走啊走啊 这个场所里面就在放歌 那这我们无意中 听到别人播放的音乐 不算违犯戒律 当然我们的心呢 不能去随顺他们而转 也不能去过往观听 这些都是不被开许的 另外呢 我们说不能涂香涂色 正常的擦护肤品是开许的 只要不涂抹口红啊 胭脂啊 还有化妆啊 还有染指甲 喷香水啊 等等这些 还有一些常戴的一些事物 一些饰品 摘戒期间也可以继续佩戴 第七点 不坐握高广大床 首先什么是高广大床啊 在一些经论 和一些上师们的开始里面提到了 床角超过一轴高 大家可以具体的量一下 自己家里的床 超过自己的一轴高呢 就属于高了 广呢 它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解释 主要指的还是那种非常豪华 而且呢 睡上去能够让人产生傲慢心态的那种床 而且呢 我们知道古代啊 对于床 不仅仅是我们睡觉的床 包括卧具 椅子啊 凳子啊 地上那种踏啊 床都包含在内 我们要做的是不坐卧 高广大床 不仅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有白天坐卧等等这些呢 都是这条摘戒要断除的 我们要往内观 并不是说要我们过一种苦行的日子 非得让我们去受苦 是断除我们相续中的傲慢和对舒适的贪恋 它都是我们解脱的障碍 第八条就是不非时时 这个不非时时呢 请教刊部啊 这个一坐是比不非时时呢 可能又比我们理解上又稍微严格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时间 按照我们当地这个经纬度啊 来确定正午的时间 我们当地正午的时间为准 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呢 我们就不能再进食了 比如说我这是12点半过午 那我可能从9点吃到12点半 那这个也失去了这条摘戒的意义了 也问过刊部 刊部说最好是提前一个小时 最后一个半小时我们吃午饭 那一天之中只有中午 这个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才能进食和饮水 早晨起来之后 或者受吃摘戒之前呢 我们也不要进食 也不要饮水 那只有中午的时候 我们才能进食饮水 而且是一坐食 什么叫一坐食呢 就是我们坐在这个餐桌前 直到吃好啊 我吃饱了 我才站起来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只要是我们就离开了座位 就不能再继续进食了 而且我们吃完饭之后呢 期限之前呢就要刷牙 不要用太香的这些牙膏啊 刷牙 避免口腔中有些食物的残渣 不小心呢 能够经过喉咙咽下去 会带来一定的过患 因为呢我们要清静的 就是任何通过喉咙 咽下去的水也好 还有这食物也好 它都是跟这个不飞食食相伪的 但是也有道友在问 口水可不可以 可以 前面呢就一一的把八个戒条 讲了一下 而且在手持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 也提到了 那根据据水论里面的观点 那手持这八个戒条呢 又可以分为三类 那前四个 不杀不道 不赢不妄语 它属于戒律之 是属于自信罪的 如果能够断出这四条呢 就可以断出非礼作义 那不饮酒呢 属于不放异智 后面的三条 断出歌舞啊 等等那些 然后呢 不坐过高广大床 以及呢 不飞食食 就我们想象一下 若没有手持掉摘戒 那下午有一些场合 或有一些姻缘 这一天呢 叫着自己呢 去唱唱歌啊 或者是跳一些世间的舞蹈啊 或者是下午一直在吃 一直在吃 就是自己会变得 非常的骄傲自满 而且呢 严格一点来说 其实对轮回的出离心 或者对轮回的厌离心 也很难生得起来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断出 后面的这三支的话 一方面是有助于 相续中能够生起来 这颗出离心 另一方面 也可以脱离 其他人的一些恶行 所以这三条呢 是属于进行之 我们主要看 这八条斋戒 各自起到什么样的 对这相续中 烦恼的利益 总结看一下 我们刚才呢 讲到了断除 杀 道 不进行 看到这个颂词的时候 就要想啊 我要手持 杀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项 我手持 不忘语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事项 就要了解到这个程度 要非常熟悉 因为一些道友 特别对八观斋戒 意义的很大 非常随喜 那这八条 我们从身与一三门 谨慎的去守护 而且以此呢 守持斋戒的功德力 希望呢 能够摧拂 所有的烦恼 这种过患 下面提到念诵 主要是分为三个部分 前行 正行 和后行 当然呢 完整的念诵内容 在这里没法一一的列出来 我们念一些大体的 大部分的一些 我们在翻书的时候 也好找 前行呢 那是从加倍咒 我们平时上课念诵的这些 可以念到文书开支记 之后呢 是念百字明 堪姆的念诵的声音 非常铿锵有力 非常的有射受力 所以我们这样 跟着堪姆念 那在念金刚萨多心咒 当然我们在念的时候 一定要射心 哪怕对这些念诵内容再熟 我们在讲基础班 在学如何做功课的时候 也提到了 不管是念诵啊 还是在做一些供养啊 做一些其他善法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不知不觉 因为什么呢 不知不觉就说明我们陷入一种无际的状态之中 不知不觉刚才念着加倍咒呢 后来一下子就跳到文书开支记者去了 说明在这一个期间呢 我们这心呢 就没有在念诵方面 就没有利用念诵的内容呢 来提醒我们去随闻观想 这个念诵的意义呢 就失去了一大部分 那下面呢 就会念一个三十七对曼扎 这个在第一册和第三册里面都有 那我们在念的时候 观想把这种无量无边的贡品呢 是为了提醒 具得上是受戒的前行部分 当然了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 课送其上也没有啊 刊部呢 也会带着大家一起念 第二个呢 就正行部分 在正行开始受戒之前 我们要发一个愿 什么愿呢 就是我在今天守持了八关斋戒 我以后再固定每个愿的哪几天啊 当然这个有一些道友 做起来有点难 就是固定哪几天 但是我们如是去发愿 愿力是不可思议的 这样我们发愿 去在固定的哪几天守持 其实最圆满的一种守持 密承八关斋戒的方式 愿大力就大嘛 我们就如是去发大心发大愿 也会在那一天圆满守持的 这样呢 就可以是以后能够在佛前 自受八关斋戒 那正行部分我们念哪些呢 首先是鼎礼 鼎礼六个 本师师阿摩尼佛三个 受戒师三个 之后呢 是第三册的 正受斋戒的仪轨 包括前面的皈依 似无量心 之后呢 是菩萨戒 这个要看不同的因缘 有时候可能会受一个简单菩萨戒 有时候呢 也可能不念这一个仪轨 这些都是看部念一句 我们跟着念一句 我们一定要去作译 诵词的内容 这样随闻观想 受戒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 听看部的引导 而不是翻书 看部以前在山上 现场受戒的时候 也提到了一些道友 看部说 我在这受戒的时候 好像大部分人 都没有说在发心 听我的引导啊 或者是 怎么观想自己得戒啊 去发下皈依的试验啊 去让他找书 找不到书 一本一本又一本的翻 找不到念的内容 左边问一问 右边问一问 其实这个时候啊 最主要的是 我们跟着受戒师 一起发心 一起发愿 一起按照呢 受戒师的引导 我们去观想自己得戒 比如说在受皈依的时候 会有一个弹指的表示呢 就是让我们相续中 升起来一个得戒的确信 就是我确信自己 在这一刻相续中 得到了八观摘戒 这一点是我们能够 圆满得戒 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所以受戒这种摘戒啊 还有其他戒律的时候 按照受戒师的引导 这样去做 去观想是第一位的 这一点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 因为上次有一个道友 就是没有念圆满 或者没有找到念诵内容 怎么办 按照刊部的开始啊 在正受戒的这里 只要是剧组前面的几个条件的话 包括发心啊 发愿啊 念诵能够跟得上啊 还有呢 自己得戒的确信啊 等等这几个方面剧组 我们相续中 有真实获得的这种戒体 受十八观摘戒 诵词念诵三遍圆满之后 我们也观想自己得戒 之后呢 会念二十一遍 清醒戒律咒 这个在第一侧里面 前三遍呢 是堪布逐字逐记的 带领我们念 后面的十八遍呢 一起跟着堪布念 再之后我们 还是再回到第三侧里面 开始念七之贡 还有其他的一些贡养的祭送 中间呢 还可能会念一个 三十吨慢扎控 后面的四句祭送 之后呢 是念大悲咒 第一侧 圣号与明咒里面 再之后呢 是念观音心咒 欧妈那碑梅红舌 因为我们授出了这个呢 观音法门的修法 之后呢 我们念二十一遍 观音菩萨祈祷文 就以前我们去养老园 授记的时候 也会看到 一些老训训人嘛 一边鼎礼一边念诵的 堪布上次也慈悲开许 如果我们对诵词 不是很熟悉的话 就一心一意地跟着念 一心一意地呢 看到后面的诵词部分 所闻观想也可以 这样如果我们对诵词 比较熟的话 我们可以一边鼎礼 一边跟着堪布念诵 这样是二十一遍 最圆满的 在这个之后呢 首先呢 是念几遍阿弥陀佛的圣号 然后呢 念第三册 还有几个祈祷的祭诵 在课诵集里面 有的有的没有 也没关系 我们一起跟着堪布 去祈祷去发愿 下面一个部分呢 就是第三册里面 乔本人默切的极乐愿文 堪布特别慈悲 上次还问 是不是念得太快了 大家跟不上啊 我说大概不是吧 因为我们对这个 念诵的内容 可能太不熟了 堪布说 那我念慢一点吧 能够让大家跟得上 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念 堪布护持大家的这种恩德 之后呢 我们念 麦彭仁波切的极乐愿文 这个在第一册 还有略舍极乐愿文 这两篇呢 都是麦彭仁波切所造的 祈祷和观想阿弥陀佛的祭诵 这正形部分 到了后期呢 我们主要是回向 发愿 已经呢 念一些极想祭 这个呢 是和我们平时课上 课后的念诵 是差不多的 普遍经验品的回向部分啊 越海精髓 深深深深入愿文 还有神秘乐愿文 等等这些 最重要的是 刚才提到的那里 正形受戒的时候 不要把全部的心思 放在翻书上 而一定是一心一意的 听受戒师的引导 这是念诵的后行部分 那整个我们今天这堂课 才应该提到 关于八观摘戒的 一些内容的补充 首先呢 就是回向 这个受戒 有受戒的回向 守戒有守戒的回向 受戒的回向呢 就是我们当场 会跟着刊母一起呢 把我们受戒的功德 回向给十方法戒的 一切众生 那我们到第二天早晨 戒体解除的时候 自己也可以把自己 亲领手持这个戒律的功德呢 回向一切众生 因为他们能够 离苦得了成就佛果 那另外 戒体什么时候解除呢 我们知道八观摘戒 是一日一夜的 到了第二天早晨 晨光出来之后 可自见掌纹史 就自己可以看到 自己的手纹 明相出了之后呢 戒体自动消失 那另外呢 在守戒的时候 还应该了解到哪些呢 今天上次特别慈悲的 也讲了达森刊母的功德 我们这样对受戒师的功德 和他不可思议的 这种羞耻力呢 有一定了解 那对受戒师 就会产生信心 在这种信心的摄持下 我们去守戒的话 会有不可思议的加持力 上次也提到了 达森刊母非常难得的 一个修行人 而且呢 他从28岁开始 给信众呢 受八观摘戒 今年已经50多岁了 一生之中呢 受戒100多万人次 上次经验也说 藏汉两地都非常难得的 还有一点注意的情况 就是念诵的时候 我们一心设耳 再守的内容 也不要划过去 我们要用诵词来提醒自己 如实地去祈祷 如实地去观想 如实地去发心 再次强调一遍 因为这也是 刊母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在受戒的时候 就听受戒师的引导 就最圆满的情况 不要呢 一心地底下翻书 跟着受戒师念诵 刊母会念得很慢 逐字逐记地引导大家念 提醒大家 观想得戒的时候 也真实地这样去观想 这个呢 是比较圆满的做法 那这里也提到了 正行受戒的时候的 种种注意事项 那另外呢 有一些道友 上次也提到了 我受了戒之后 我能睡觉吗 可以睡觉 可能那天比较早吧 大家也比较辛苦 比较累的话 也稍稍休息一下 没关系 但是呢 我们还尽量抓紧时间 尤其是在天降日这一天 另一方面 我们受持八关斋戒 花摩比丘尼 就是我们这个 八关斋戒的 一个传承祖师了 他也说过 受持斋戒 身体要顶礼 转绕 除了中午一餐以外 不进食 口中除了念经 送咒以外 杜绝 闲言碎语 以及无关的旗语 心里面呢 除了一元专注 而外 断除所有的犹豫和怀疑 在这种身与异酸门 都谨慎守护 都能努力去行持 善法的状态下 手持斋戒 比享用变满 整个南斋部州的 七种珍宝 还要好 所以我们在守着斋戒的时候 就多多的去行持一些善法 当然要谨慎守护自己的戒律 尽能一点点之分 我们也不要犯到 就最圆满了 佛陀在佛说斋经里面 也提到了 除了这八种斋戒之外 我们当日可以 随念三宝 随念天尊 然后断除相续中的一些烦恼 那另外呢 还有一点 道友问 怎么办 我好像过了点吃饭了 怎么办 好像不小心说了妄语 当然发心 或者是提前准备好 这个外缘的一些条件 能够满足自己一天 手持清净斋戒 不要求别的 就是一日一介之中 我们过这种简单的生活 但是如果真的是 有一条或两条 没有清净到 我们怎么办呢 守戒的功德 和不守戒的过患呢 二者不能混杂 即使破了一条 但也要尽可能 去守护其他的戒条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能认为 破了一条 干脆呢 其他的也不守了 而舍弃一切 在有能力守护戒条情况下 一定要守护 能守一条是一条 当然八条 全部清净无够呢 是最圆满的 当然不仅是这种 一天里面了 我们在一刹那之中 守一分界 也有不可估量的功德 不要因为怀疑 自己有一点点不清净 而放弃这一天 行持 守持八关斋戒 也太可惜了 大部分导游 也都能够做得到 那以上呢 对别解脱戒 进行了简单的介绍 而且呢 对八关斋戒的功德 进行了这种 一一的列举 另外呢 说了八关斋戒的戒条 我们在守持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还说了一些念诵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内容 随起大家 感恩大家 这一切都会儿子 这样的专门 看 这一切都会儿子 你 把他带来